在南台湾高雄的大樹香 有这么一间洗髮精工厂 它从三十年前开始 步履然山的起家 而成为国际知名的品牌 甚至国际知名的歌星 Jennifer Lopez 都喜欢用他们的产品 而这个护发商 甚至 还有钱第一千斤 Chelsea也是她的爱用者 拥有美丽棕色绣发的 Jennifer Lopez 一甩头风情万种 Lopez在美国OK杂志上公开推荐 她宝贝头发的秘方 就是涂抹台湾制造的 蛋白质护发霜 应该是说她和Jaser 在巴西的沙龙 买到这个产品 然后回到美国以后 她就跟我们美国的公司联系 所以她的沙龙也用这一支产品 那这个沙龙本身在美国都是蛮 一个Movie Star爱用的产品 那Jennifer Lopez 我们也很感恩就是她免费在杂志上 帮我们弗莫这支产品 不只翘屯针 美国前提千金也超爱台湾护发霜 这个媒体是来自于美国 他们是怎么讲的 他们当初是讲说那个谁 柯林顿的女儿那个Jersey 她也是我们这个产品爱用者 翻开韩国时尚杂志 当红男星李炳线和女星金男猪 同样使用这一款产品 成功进军白宫 好莱坞和亚洲影坛 如此成就 老板娘蔡秋月 却谦虚说自己运气好 24年前 从高雄大树乡 生产洗髮精的小工厂起家 现在集团多达500种的美髮用品 已经横扫40个国家的高档洒落 世界各地的美发展和秀场 都可以看到老板娘 亲自领军参展的画面 蔡秋月主导的国际行销策略 令人刮目相看 用我们第一个品牌的名称 直接在美国成立这家子公司 所以在我们所有的包装产品上 你就会看到我们manufacturer 就是台湾的身后 但是manufacturer for such a level 就是用美国公司在行销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帮助 倒不是因为美国公司的行销 而是产品的品质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国家上 我们提供很多的试用品 让代理商他去promote给他的客人 台湾制造 美国行销 全球通路 这种跨国经营模式 让mayling台湾的国产品牌 与国外名牌大厂平起平坐 当然在没有打出名号之前 销售人员每天都得面临被拒绝的窘境 一开始你给他伸头 他说他不要吗 会的一定会的 有啊真的呢 不是不是那么意思 那是怎么办 其实应该对客户来讲 或对义务来讲 我觉得是信心吧 平均一家沙龙 有些你要拜访几次 有的人说七次十次都有可能 那一次一次去感动他 台湾的美妆生计公司 多如过江之计 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方一彩的 却少如凤毛麟角 老板娘首度让媒体 进入集团的秘密基地 一探究竟 巨星口中的神奇护法圣品 就是从这间小实验室诞生的 在传统的处方上的话 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一块 本来是大家就是在 使用的一个方向 那怎么样在适当的一个 跟油度的比例上 在保湿的成分上再提高 当然有时候也加入了一些 运气的成分 我们是有来自全国大专院校 像我本身是台北医学大学毕业 北医毕业的 那我们现在这边还有 进一大学应用化学 成大化工系 研发部使用的进口原料 和实验仪器 预算都没有上线 你下之意就是随便你去玩 除了自主专业医药团队 工厂还有一批视觉设计团队 以洗发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换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不一定就是只要用 比如说我们印象中的瓶子所装起来 也可以用像香水的瓶子 或者是甚至是不同的材质 不一定也是玻璃或者是塑胶的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把它走上比较精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让洗发间的头发的部分 一般都是认为说它是属于比较 我想改变它 其实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很重要 以顶级保养品的规格来包装美髮品 把一般视为占空间的瓶瓶罐罐 融入美学品味 打造成时尚精品 跳脱传统的创新概念 大幅upgrade商品等级 顺利入主美洲欧洲市场之后 老板娘又飞往俄罗斯开一张剔土 准备进攻东欧市场 接下来美髮王国要布建的 是绵密的髮廊罐卧 集团以99元低价洗法 去享受高档服务和产品为诉求 迅速攻占中南部市场 短短两年已经成立40家髮廊 为了加速开店进度 髮廊干脆成立工程部 自己盖比较快 每个月会拓展一家店 然后我们是预计在两年内 可以拓展百间店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每间店 它都有独立的那个部门 然后去拓展这样子 还有成立一个工程部 对对对 有属于自己的工程部 去拓展每一家店 那工程部的进度是每个一家 对对对 店一家一家的开 人员的素质也得把关 于是总部经常举办教育课程 聘请名设计师操刀学练 你们站位微微都在斜45度的地方 看准你要前的线条从广连接到长 这样子去做推荐 整个做出来的效果会示范功倍 尽管造价良意的新厂房 已经拔地而起 尽管集团员工人数 以直逼千人 尽管自创的南台湾厂牌 已经迷扬国际 蔡秋月和先生却依旧维持最初白手起家的谦逊 听到掌声就赶紧说自己还有学习的空间 形势低调的两人从来没有上过镜头 这次破例现身不是要宣传产品 而是希望他们的故事 能鼓舞那些梦想创造自我品牌和价值的后备男人 像门来瓦出倾士 像这